朱大利的结局要让很多观众失望了 首先朱大利出场是以一个不尽情理 十分奇葩的面目出现的 逼令儿媳妇顾莫利熟读 由她制定的朱家家训必须遵照执行 是其一 反对与亲家合资给儿子满婚房是其二 不停地煽风点火 火上浇油 丝毫不以儿子的幸福为依归 不惜拆散儿子与儿媳的婚姻是其三 坚决反对分手后的儿子与儿媳归虫归于好是其三 不许儿媳妇顾莫利的父母看望外孙女士起舞 可以说只有别人想不到 没有朱大利做不到的奇葩事 通常而言 这种人的结局往往是众叛亲离 但是剧中有一个细节被人们忽略了 看懂了这个细节 也许才能发现朱大利并没有这么奇葩 这一切可能都是假象 众所周知 朱镜草的母亲 也就是朱大利的妻子张善雅早就已经退休了 退休之后 从老家过来照料儿子儿媳以及小孙女的起居 一晃就是七年 这七年中 顾莫利嫌弃婆婆张善雅过于干涉她和丈夫朱镜草的生活 希望她早点回去 可她就是不肯走 张善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没有分寸感 是她最主要的特点 一是一厅的小居士 唯一的卧室张善雅睡了七年 而儿子儿媳这一对夫妻只能在隔间里睡上下铺 过不了夫妻生活的小两口只得到酒店开房 她却丝毫没意识到问题在她身上 要知道 这套一居士本来就是儿子儿媳的婚房 作为婚房 两人却被排除在唯一的卧室之外 让人深感压抑吧 而张善雅还自以为是的 每周给二人腾出两个小时的夫妻空间 这不是本末不分吗 相比之下 朱大利不为人知的好恰恰在此体现出来 此前人们不知道朱大利退休没有 当她得知儿子儿媳分手后 从老家过来 常住不走 说明朱大利早已退休了 否则她哪有时间常住 既然她早已经退休了 而用张善雅的话说 朱大利是一个食指不摘扬春水 从来不做家务的男人 就说明此话不实 张善雅再冤枉朱大利吧 七年了 朱大利一个人住在老家 就从一日三餐来讲 每一餐都是她亲自下厨吧 这可不是十天八天 对付几餐就能行 至于家务活 肯定也是她自己做 从这一点就能反映出来 朱大利对儿子儿媳的付出 绝不比张善雅少 话言之 有几人能做到她这样 让老伴照顾儿子一家起居七年 自己孤孤单单的在老家 朱大利的问题不是不爱儿子 而是爱的方式不对 不知道怎么爱才是正确的 有一句话说人到中年 五个迹象说明这个人开始废掉 一是形象邋遢 二是平凡抱怨 三是固执己见 四是停止增值 五是底层社交 朱大利最严重的表现在固执己见上 他总认为他是对的 家人都要按照他的标准来 开口闭口就是你们懂什么 我吃过的盐都比你们吃过的饭多 一位作家说 瞬息万变的时代 比食物更容易过期的 就是人的经验 当一个中年人变得固执己见 今后的路指会变得越来越坎坷 对于现代人而言 最开明的做法是允许自己做自己 允许别人做别人 如此 就算年纪大了 理解不了年轻人的一些行为 只要以这种的态度看待 允许别人做别人 不干涉就是最大的善意 不少父母与子女的矛盾 往往是父母错把干涉当做爱吧 人意与低等动物的区别之一在哪里呢 一位学者说 恋人捕捉成年猴子不容易 追不上 便想办法对付幼猴 不管老猴跑得多快 只要他们的孩子落入猎人的掌中 他们自然会回来束手就擒 而蜻蜓也有孩子 却最喜欢吃的就是自己的幼虫 这也就是蜻蜓是低等动物 猴子是高等动物 人类是万物之灵 又超出猴子之上的原因所在 宁可自己苦哈哈的一个人住在老家 也要让妻子去照顾儿子一家三口的起居 猪大利的出发点绝对是好的吧 之所以说猪大利的结局要让很多观众失望了 是当他意识到这一点 做出改变之后 他会是一个很好的父亲 而不是众叛亲离的结局 让人生出那种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痛快爽感 允许自己做自己 允许别人做别人 很多代际矛盾也许就迎刃而解了吧 哥哥